嘿! 大家好 我是古駕阿 這次我們要介紹一的兔兔的職業技能喔 這次要介紹的職業是我們的大鎚 也就是我們的騎士喔 好 首先我們先來看一下主動機的部分啦 首先第一個技能是盾牌猛疾 這一招是單體的攻擊技能 傷害倍率有140%喔 那这一招加5的时候 还会提高他的一个伤害倍率 加10的时候会减少他的一个冷却时间 接着第二招是光之治愈 这一招是报复赤身的一个技能 可以增加我们的HP回复量 加10点 另外还会增加我们的防御 防御加烧暗持续时间60秒 那这一招在加5的时候 还会增加HP的回复量 变得补得更多 那他加10的时候 还会增加他的防御能力 接下来第三个技能是全力重击 这一招是单体的攻击技能 有60%的几率让目标减速 障碍倍率有127% 那减速的效果就是 跑速减60% 攻速减80% 持续5秒 算是蛮强的一个debuff 那这一招在加5的时候 会减少他的冷却时间 加10的时候会增加减速的效果 还有障碍的倍率 接下来第四的技能是 三电粉碎者 他是一个单体的攻击技能 有60%的一个几率让目标 降低防御力 那他的伤害倍率有235% 那这一招是一个条件技哦 他有一个使用条件哦 就是目标要处于减速状态 所以这一招要跟上面的这个 全力重击来进行搭配 才可以发挥他的一个作用 那他的一个减益效果是 防御-10 致命打击抗性-5% 持续时间有8秒 那这一招在加5的时候会增加攻击的一个次数 加10的时候会增加降低防御力的效果 好接下来第五个技能是神圣回复 这一招是回复的一个技能哦 回复自身的 那每秒可以回复8点HP 持续时间5秒 冷却15秒 那这一招在加5的时候会增加持续的一个时间哦 加10的时候会增加移除异常状态的一个效果 好那这一招跟刚刚那一招都可以在商店买到哦 售价是864万金币 好接下来第六个技能是 物盾之光 这一招是范围攻击的一个技能哦 最多得打3个人 伤害倍率有180%哦 那这一招在加5的时候会减少冷却时间 加10的时候会增加防御增加的一个效果 这一招算是新的技能啊 所以在版一开始应该是不会有 版本在后面的更新才追加这个技能的哦 好接下来第七个技能是神圣之盾这一招是 正义的一个buff技能哦 正义队友自身好像没有 那可以让队友的技能抗性加10% 近距离攻击力加5 跑速加10% 持续时间25秒哦 所以是buff队友的哦 不是buff自身的哦 那这一招在加5的时候会追加格胆的一个效果 加10的时候会追加司法者格胆增加的效果 我这一招要强化到加持 来有增加自己的一个能力哦 那这一招在商店有卖哦 售价是9720万金币 接下来是第八个技能哦 圣约 这一招是范围的一个攻击技能 最多对打3个人 伤害倍率有63%啊 持续时间是5秒啦 哦他下面加5加10的时候有一些 争议的一个持续时间哦 像是加5的时候会追加 状态异常看性 还有持续时间增加的一个效果 加10的时候会追加 跑速提升的一个效果 好接下来第九个技能是牺牲护盾 这一招是一个范围的一个攻击技能哦 最多可以打5个人 伤害倍率有186% 除此之外这一招还可以帮我们的队友上护盾哦 可以打人又可以帮队友上护盾哦 蛮特别的技能哦 那这一招在加5的时候还会追加 药水维护速度提升的一个效果 加10的时候会追加沉默的效果 接下来第四个技能是灵力祝福物 这一招可以获得短暂的无敌哦 那这个无敌状态啊 不会被大多数的一个效果给消除哦 这一招还有一些争议效果 就是免疫伤害 还有异常状态的一个能力哦 另外这一招除了让你无敌之外啊 还有一些急buff哦 像是你的攻击力会扣90% 技能伤害会-90% 持续时间8秒 冷却时间180秒哦 也就是说这一招可以让你无敌啊 不过你的攻击力怎么的都会被降低哦 那这一招强化到加5的时候 还会增加这个攻击力减少的效果 加10的时候会追加移除所有异常状态的效果 这一招可以在我们的金币商店买到哦 售价是3亿2400万 接下来第十一个技能是护盾冲击翼 这一招是单体的攻击技能 有60%的几率嘲讽敌人 让他的一个伤害倍率是200%哦 那嘲讽的效果就是让目标无法控制 持续时间有3秒哦 那这一招在加5的时候会增加技能施法的距离 加持的时候会增加嘲讽的几率 还有持续时间 好上面这边就是主动机的部分啊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被动机的部分 首先第一个技能是防御装夹 他的能力是格短加10% 加5的时候还会增加格短的一个%数哦 加10的时候会追加伤害减少的能力 接下来第二个技能是战斗专注 这一招可以让我们的攻击力加4点 加5的时候会增加一般的攻击力 加10的时候会增加近距离的攻击力哦 接下来第三个技能是回避护盾 这一招当我们受到伤害的时候 有20%的几率会产生一个保护罩哦 持续时间5秒冷却时间20秒哦 那这的保护罩会看我们最大生命值的8%血量哦 你的血量越多哦 你的盾都会越厚哦 这一招强化到加5的时候 还会额外的再增加保护盾的血量哦 加10的时候会增加保护盾的一个持续时间 接下来第四个技能是回复效应 这一招可以增加我们药水的维护量加6点 那这一招在加5的时候会增加防御的人力 加10的时候会增加药水维护量的人力哦 那这一招可以在我们的商城买到哦 售佳是15万冒险凭证 接下来第五个技能是 守护护盾 这一招可以增加我们的 远距离致命打击抗性哦 加6%另外还有增加致命打击抗性 加4%的人力哦 那这一招在加5的时候 还会增加远距离的致命打击抗性 还有致命打击抗性的一个%数哦 加10的时候还会额外的再增加我们的耐力值哦 那这一招也可以在我们的商城里面买到哦 售价15万冒险凭证 接下来第六个技能是 心灵控制 这一招可以提升我们的 异常状态的一个抗性哦 加20%哦 加5的时候会增加异常状态的抗性 加10的时候会增加技能伤害抗性哦 好接下来第七个技能是 锤子精通 这一招可以让我们的力量加10点哦 另外致命打击击率也会加7%哦 那这一招在加5的时候还会再增加力量的点数 加10的时候会追加致命打击伤害 那这一招也可以在我们的商城买到哦 售价是50万冒险凭证 接下来第八个技能是 剑翼心灵哦 这一招可以增加我们的耐力还有活力的点数哦 耐力加14 活力加13哦 另外在加5的时候还会额外的再增加耐力跟活力的数值哦 接着强化到加10还会追加额外攻击抗性哦 那这一招也可以在我们的商城买到哦 奏价是100万冒险凭准 接下来第九个技能是夜暴哦 这一招是当我们中到攻击的时候 有30%的几率会攻击周围的敌人哦 那数量是5个人哦 最多可以打5个 那伤害倍率哦 100%哦 冷却时间8秒 那这一招在加5的时候会增加他的伤害倍率 加10的时候会减少冷却时间哦 这一招算是蛮OP的啊 如果你一直被怪物打 被怪物围殴 他这一招都会持续的发动哦 好那以上这些都是我们骑士的技能介绍哦 如果你觉得这个影片对你有帮助的话 请帮我订阅按赞还有分享 我是古今我们下一次见 大家要记得订阅哦 拜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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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